恒大导它带着什么 搞房地产的建筑公司 像金汤狼装修 三棵树装修 你看恒大欠这家装修公司 建筑公司都是几亿几十亿 几千万都算不欠钱了 已经不算钱了 星夜银行 一家银行 广着金融票据 像金汤狼 三棵树 还有上海的这些房地产企业 之间互相担保的影子银行贷款和票据 大概在9万亿人民币 剩下那个贷款 所谓的贷款的三万亿 那已经都是永远不可能跟你 你这些人存款已经早就没了 就存款人自己再贴上三倍的钱 你都还不完这些星夜银行的欠款 这些装修公司像金汤狼 三棵树 像中原建设 中国什么一建 二建 海建 几乎所有人都掉到了房地产的黑洞里 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 百分之百都不会告诉央行 和当地监管机构营监会 保监会 不那种钱 对了还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钱几乎大多数 中国人的保险全进了房地产 中国社保基金所谓的才不到一千亿多美元 上万亿 两千亿就搞社保了 它搞不起来 几十万亿的保险基金 绝大多数都已经作为担保和金融票计的担保 和作为各种的基金对冲 都已经留住房地产了 这就为什么中国有95万亿的房地产的总值 它所说的 官方承诺的65万亿 所以它现在能救它只有一样 它突然一夜之间冒出来一百万亿美元 能把中共国给救了 就是把美国 欧洲 日本的所有的钱都给中共国 然后这些人都饿死 一年的不吃不喝不拉 才能救他们 可能吗